Hello 大家好 我是TK棒的少芸 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位在板桥车站二楼 环球百货的XR实验室 这里同时也是台湾第一家 与VR结合曾经是体感弹乙的戏院 以往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AR、VR和MR 对于XR这个新词汇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其实XR它的英文是Extended Reality 中文就是延展实境 那这个X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数学代号XYZ的这个X 所以呢像是VR、AR和MR都可以是隶属于XR体系底下的一环 它表示的就是一个从虚拟和现实交错融合的技术总称 好啦那名词解释就先到这边 实际上大家可以在这个XR实验室里体验到哪些科技新事物呢 我们立刻带大家来看现场了解咯 报告 好啦那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有提到XR实验室就是以VR影像结合 曾经是弹型提感弹的戏院嘛 所以它的主打呢不是像我们以往介绍过的VR Song 或者是HTC 5thane一样它是以游戏娱乐为主打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实际的做上这一张提感弹影 然后观赏一段影片的哦 而这些影片的剧情内容啊也会随着动态的coding 编写到椅子里面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观赏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会随着剧情变化来做起伏啊或是旋转 那这样子呢除了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其境的 融入的在这个影像的剧情里面之外呢 我们的情绪跟感官也会更能放到最大哦 那少云个人认为啊 它是完全不同于像我们以往在科教馆 或者是一些游乐场所玩到的这种有影像 或是结合动态椅子的这种设施哦 XR实验室里啊 它是以360度的这种视角来观赏影像 同时啊再结合一些运镜啊 内容的设计特殊的椅子机构 还有像是动态的细腻度等等 都会让你整体的观影体验再更上一层 那决定来说我刚刚体验到的一些影像啊 它有一些飞行的动作 那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就整个swing的过程是非常的平顺的 就不会让你觉得有这种动动动的段落感 会不舒服这样子 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是非常的沉静 然后整个动态的感觉也非常的逼真 你不会感觉是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是蛮奇特的 也非常推荐大家来实际感受一下啰 想必大家也会好奇实际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观赏或体验到哪些影片呢 那首先他们这里swing是提供的三部影片 那其中一片呢就是temp by New York 它是一个两分钟的短短的一部文艺片 那再来还有一个六分钟的动画片叫做围观巨兽 最后还有一个长达十一分钟的纪录片叫做极限圣母峰 在极限圣母峰的这个影片里啊 你虽然人在台湾板桥 不过就可以感受到人在这个圣母峰山上的这种壮阔景致和冷裂哦 另外呢我们在十月底的万圣前期间还会从日本引进一部奇幻的这个猎奇的鬼魅动画片也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最后我们也把这个收票的资讯以及优惠的活动整理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啰 好在这个XR实验室里啊除了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体感弹的体验之外呢 未来在这个空间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学术性的规划以及一些空间上面的运用哦 所以我们也邀请到了非常漂亮的这个XR实验室的领航员Lily来为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介绍 谢谢绍云 哈喽大家好我是XR实验室的体验领航员Lily 那我们在这个XR实验室里面啊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实验室所以它除了是一些装置还有技术上的多变体验之外 对于这个空间我们本身也想要让它有一个不同的应用 所以说除了一般的民众啊消费者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这边体验之外 我们也很希望在比如说像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学校啊有一些新媒体设计系或者是互动设计系或者是电影科系 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学生他们如果要做毕业专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实际的场域让他们去知道说现在新的科技或者是新的媒体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所以对于学校方面我们也希望这边可以变成学校教育之外的另外一个场域另外的一个实验空间 嗯理解理解所以未来如果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也可以向你们这边来做接洽是吗 没有问题比如说像是系上的教授啊或者是学校里面的社团如果有需要这边我们的协助的话请拨以下专线 哈哈哈 这边有专线吗 这边有专线 那除了学校单位之外啊还有包括说我们有发现台湾的VR导演得了非常多国际上的金奖 是那我们也想这些导演或者是这些工作室如果有一天他们会需要举办一些线下的场域活动的时候也很欢迎到我们的空间来做一个语言的交流或者是规划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XR还有Betaverse这个概念在台湾其实非常的新 嗯没错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概念借由我们的场域让这个所有的消费者啊以及所有的民众们都知道说这个概念它来自于什么 所以我们不定期也会在这边举办一些跟虚拟有关的讲座包括最近很夯的NFT啊或者是一些虚拟的东西等等我们都会在这边举办一些活动让大家知道这个XR到底是在做什么哦 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就是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深入其境的了解一下未来的新科技的部分 对对对对因为这也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希望在年轻的一些年轻的一代上面可以提早来接触这些新的概念 好啦那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蹄感淡雨的介绍之外啊现场似乎还有一些这个设施可以来做免费的体验嘛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这个镜头转到那边然后请莉莉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啦 OK Let's go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还可以体验什么呢 首先我们可以带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是这个新的智慧透明萤幕AR展示箱 那莉莉这个展示箱我们可以实际运用在哪些范畴啊 OK那一般大家讲到商业的展示箱啊通常想到的都会是全透明压克力的展示嘛 但是呢因为它的特殊在于说它的这一面也是透明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展列食物放在里面之外 配合外面的多媒体然后跟里面的展示品做一点虚实互动 就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介绍 而且是一个蛮新创的概念的感觉 没错 新颖的感觉也用了一些AR的概念在这个展示箱里面 了解那另外我们有看到这一个空间特别设置的 那这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的 没错接下来呢这个粉红迷幻的空间呢 因为我们的柜位叫做XR Lab嘛 所以我们想要把所有关于XR产业的新技术 跟新装置都放在我们的柜位里面 所以呢像比如说现在最新的Facebook刚出的Oculus Quest 2的头盔 在这里大家也可以体验得到 以及呢还有在9月最新出的Facebook跟雷鹏出的智慧墨镜 雷鹏Story未来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哦 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那个莉莉来为我们做这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 好啊最后也来帮大家总结一下这个XR实验室的地点资讯 那现在目前预计会在两个地方设点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板桥火之站2楼的环球百货里面 那在这里呢它的开幕时间会从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底 那另外一个点呢则是会设在 积极A19站的环球百货四楼 那那个场所呢会预计是一个比较宽敞的空间 那时间是从12月1号一直开车到明年的11月底 那我觉得时间都还蛮长的欢迎大家就是在周末假期 带着小朋友啊或者是有经过的时候 也非常推荐大家进去来体验一下未来的这个新科技咯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记得订阅按赞和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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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